这个酱香这块,毛泽镇里有很多企业,按照农香的人讲,添加香精,之前有个酒味跟我说, 他给你个这个酒味是什么,刚开始喝到有酱香的味,有酒味,放一个小时之后,他这个酒就很臭,酒体是臭的,然后就没有酱香的味道了,添加添加劲嘛。 是空杯吗,还是有酒的?不管是空杯也好,空杯也好,酒也好,这个酒体慢慢从空气结局之后,它就分散了,加进去的中心嘛,它肯定要分离嘛,一分离出来之后,添加劲的味道就出来了,就出来了,这是第一个。 第二个味道,一般的酒体黄,很多企业加色素,有的是办法就是用那个酒招泡,清泡完之后过滤,那个酒就好。 非常红,那一顶里面加一点点,那酒体就看着就会黄了,有的加颜色素,真正的酱酒,十年以上酱酒,它可能是微黄伏菠色。 那你看,有的酒拿出来说十年,二十年酒,那个颜色很黄很黄,那肯定不对的。 其实咱们的毛泽酒的颜色,五年以上才能达到微微的一点腐伏色,微微的,那十年以上就比较明显一点,那也不是说我们拿出来说非常黄的。 有人说酱酒不能作假,其实酱酒也能作假。 怎么作假呢? 这个有两个东西,第一个,口感上的,要回甘这块。 可以加这个,之前的毛泽酒厂不是有个酒厂被抓住的吗? 不是糖花梅,糖花梅是加在酒里面是酱酱的。 加酒糟,加酒糟糟子里面酱的。 这个发酵的。 您整夹鲜,黄鲜,鸭鲜,这么长? 就是甜蜜酥。 甜蜜酥。 甜蜜酥。 酒出来以后,在酒里直接加? 对,加甜蜜酥。 甜蜜酥是合法的? 不是,以前合法。 现在不能合法,这是摘的。 这个甜蜜酥的,加甜蜜酥的酒,有个啥部队的地方? 咱们通过喝的时候,咱们喝酒啊,它是回甘。 这个喝酒,喝下去的时候,回的会甜和舒服,是舒适的。 但是一会儿它就慢慢就会消失了。 如果加甜蜜酥,加这么多的酒啊,喝下酒,中午我们喝酒。 到了下午的时候,总觉得这个嗓子啊,都是甜的,都是甜的。 舌头下面都是甜的,都是甜的。 就是这个,酒酒不消失。 大家喝了这个酒,百分百就是甜蜜酥。 之前我喝过一个酒,在四川盆州,也是一个三酒。 说三百块钱,确实香,也好喝。 喝完了,我中午喝了半斤酒,到了晚上回来,嗓子是甜的。 我完了,喝了甜蜜酥了。 喝了甜蜜酥,就喝的时候喝不出来? 喝的时候,觉得你回甜了。 整个酒里的说,太回甜了,不好。 有的是因为酒体太新,加糖花梅的时候,可能整个稍微来一点。 但是这种酒,尘花一段时间就好了。 如果加甜蜜酥了,那肯定不对。 肯定好酱酒,它都有酸甜苦辣,就是说明酸甜苦辣,各种味道都有,都会体现出来。 但是,它很均衡,很均衡的。 但是,它又不是美高酱,又不是很体现。 是,它又有一点,但是又不露头,苦,它会有一点点。 但是,这些会通过陈化来改变的。 它后面的陈化效果是越来越好。 时间陈化好了之后,它慢慢就变得更舒适了,更柔顺了,更顺畅了。 酒体更厚重了,酱酱更浓郁了。 只要好到粮食酒,工艺对的。 但如果是,你拿了酒的酒,质量不好。 杂质太多,钱是尾断了,钱断了酒。 就像他们的小学生,他成绩一样了,他只有五十分的学生。 你找个好老师来教他,他可能到了七十分。 如果是八十分的学生找个好老师来教他,可能到了九十分一百分。 酒的自己的本身,酒质的本身。 就是为什么要讲究工艺、材料、时间、勾条。 这几个才能创造一个完美的酒。 有一个好材料,然后有一个好的工艺生产, 然后再有一个好的时间存放,长时间了。 最后有一个好的勾条大师,用好的材料再把它勾条出来。 这瓶才是一瓶完美的好酒。